中華民國陸軍上將錢大軍將軍 擔任了蔣中正總統世衛長多年 歷經了北伐、剿匪、西安事變 還有抗戰等重要大事 他把這個參戰記憶要第一手的訊息 通通寫在日記裡頭 並且交給了兒子錢世澤 帶到了美國 經過三年多的會整編輯 錢大軍將軍民國日記摘要終於誕生 為抗戰勝利70周年提供了更多的佐證 走上拿著千軍縱負 錢大軍將軍 民國日記摘要新書 錢世澤如是縱負 藍眼驕傲與興奮 他表示這套書共有試冊 從民國13年到64年跨越半世紀 內容涵蓋北伐東征剿匪抗戰到台灣 簡直就是一本中華民國近代史 勝負戰爭是當時的國軍非常之辛苦 作戰做得非常非常犧牲非常大 那我父親常常跟蔣公一起到蘇州什麼去的話 他就會去過到上海本地戰場上面去勞軍 他冒很大的危險 但是他看到這個戰場是這個犧牲之大 國軍的犧牲之大 他是非常難過 為蔣中正委員長主導抗戰 錢大軍日記提供第一手史料 其次錢大軍一身攻在國家 擔任蔣公司從事主任多連是蔣公身邊八大金剛之一 曾獲國家最高榮譽 青天白日勳章 錢使者表示日記最可貴的地方 就像是一面造謠鏡 把民國人物的忠誠兼程做得最忠實的呈現 聽書發表會現場洛杉磯台北新聞處新聞組 楊國天組長洛喬中心黃清宇副主任 以及田大軍將軍的顧舊晚輩 兩百多人出席 這本書選在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之際出版 錢志澤和家人都希望能為抗戰歷史做出有力的佐證 東人新聞吳中國李中堯在洛杉磯的採訪報